糖尿病这一慢性代谢顽疾,正无声无息地侵袭着全球亿万生灵,成为亟待关注的健康难题。 随着疾病的发展,众多患者察觉体重悄然滑落,身形日益瘦弱,尽显病魔无情。 那么,糖尿病患者越来越瘦,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呢? 销售的原因,糖尿病患者的日渐销售往往由多重因素交织而成,复杂而微妙。 首先,高血糖状态下,机体无法正常利用葡萄糖作为能量来源,转而分解脂肪和蛋白质以提供能量,导致体重下降。 其次,糖尿病患者常伴有的胰岛素抵抗和胰岛素分泌不足,也会影响机体的能量代谢和脂肪合成,进一步促进销售。 此外,某些降糖药物同样可能成为体重减轻的诱因之一。 销售的利弊 销售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,既有利也有弊。 体重减轻显著增强了胰岛素的作用,稳定了血糖水平,有效减轻了心血管疾病等潜在健康隐患的压力。 另一方面,极端减重抑制营养不足,损害肌体天然屏障,从而加剧感染与各类健康隐患的潜在风险。 张先生是一位中年糖尿病患者,自从被诊断为糖尿病后,他的体重就逐渐下降。 起初,他对此感到欣慰,认为体重减轻,有助于控制病情。 然而,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的体重持续下降,甚至出现了乏力、头晕等营养不良的症状。 张先生的家人因忧虑其健康,纷纷劝解他前往医院,寻求专业医生的咨询与建议。 在医生的帮助下,张先生了解到自己的销售并非完全是一件好事。 医生告诉他,虽然减轻体重有助于改善胰岛素抵抗和降低血糖水平,但过度销售可能导致营养不良和免疫力下降。 医生建议他调整饮食结构,增加营养摄入,同时合理使用降糖药物和胰岛素治疗。 经医生细致指导张先生决心踏上转变生活模式的征途,他加大了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的摄入比例,同时削减了脂肪和糖分的摄入,旨在实现饮食结构的全面优化。 他热情投身到体育锻炼中,以此增强体魄,进一步提升全面的健康状态。 历经一番努力,张先生的体重逐渐回升至健康标准。 整体身体状况也呈现出显著的改善迹象。 平衡膳食,糖尿病患者需维持膳食的均衡性,确保摄入全面且适量的营养要素。 推荐提升蛋白质、碳水化合物与膳食纤维的摄取量,同时削减脂肪与糖分的摄入,以达到更为合理的饮食搭配。 规律运动,适当的体育锻炼有助于改善身体代谢和免疫功能。 糖尿病患者需根据体质特点,审慎选择散步、慢跑、游泳等适宜运动方式,并坚定不移地执行规律性的身体锻炼计划。 合理用药,糖尿病患者应遵医嘱合理使用降糖药物和胰岛素治疗。 在用药过程中要密切监测血糖变化,及时调整药物剂量和用药方案。 定期体检,糖尿病患者应定期进行体检和并发症筛查,及时发现和处理潜在的健康问题。 心理调试,糖尿病患者应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,面对病情时保持冷静和理性。 同时,家人和朋友也应给予患者足够的关心和支持,帮助他们度过难关。 糖尿病患者越来越瘦并非完全是一件好事或坏事。 我们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来评估其利弊。 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能够加强对糖尿病的宣传和教育,提高公众对糖尿病的认识和重视程度。 共同为糖尿病患者创造一个更加健康和美好的生活环境。 在一个炎炎夏日的午后,小丽坐在家中的沙发上,手里捧着一杯冰镇饮料,眉头却紧锁着。 她最近总是感觉口干舌燥,喉咙肿痛,脸上还时不时冒出几颗痘痘,让她倍感烦恼。 她忍不住向一旁的妈妈抱怨,妈,我怎么感觉最近这么容易上火呢? 妈妈看了一眼小丽,微笑着说,是啊,夏天本来就是容易上火的季节。 不过别担心,中医有很多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去火气。 小丽瞪大了眼睛,脸上写满了疑惑。 她好奇地凑近了几分,轻声地问道,真的吗? 在中医的视角下,上火是一个怎样的概念? 在中医看来,上火其实是体内阴阳失调的一种显著表现。 它反映了身体的某种失衡状态,在炎炎夏日,阳气显得尤为旺盛。 而一旦身体内部的阴阳平衡受到破坏,就容易导致一系列上火的症状显现。 如口干舌燥、心烦易怒等,比如你提到的口干舌燥、喉咙肿痛、肠痘痘等, 都是上火的常见表现。 一、上火的中医解释。 阴阳失衡,中医认为,上火源于体内阴阳失衡,导致内火旺盛。 食火与虚火,上火可分为食火、阳过抗和虚火因偏少两类。 症状表现,常见症状包括眼睛红肿、口角糜烂、尿黄、牙痛、咽喉。 在中医的深厚理论中,上火这一现象被细致地划分为食火与虚火两大类别。 食火源于阳气的过度抗盛,而虚火则反映为阴气的相对不足。 食火多由于外感火热之邪或体内阳气过胜所致, 表现为高热、面红物质、口渴、洗冷瘾等症状。 虚火则多由于阴虚火旺所致,表现为低热、暴汗、心烦失眠等症状。 二、夏季上火的常见原因。 气候酷热难耐,夏季高温导致人体新陈代谢加速。 汗液分泌过多,一时体内水分和电解质平衡失调,进而触发上火症状。 饮食不当,夏季人们喜欢吃冷饮。 烧烤等刺激性食物,这些食物容易损伤脾胃,导致消化不良、 积食等问题,进而引发上火。 在夏季的酷热天气中,人们往往感到烦躁不安, 情绪波动较为剧烈。 这些负面情绪不仅影响心情,还可能干扰身体的阴阳平衡, 从而促使上火现象的出现。 三、中医去火的方法。 饮食条理中医强调药食同源。 通过合理的饮食条理,可以达到去火的目的。 建议夏季多吃清淡,易消化的食物。 如绿豆、冬瓜、西瓜等,同时少吃辛辣、油腻的食物。 适当喝一些具有清热解毒功效的茶眼。 如菊花茶、金银花茶等也有助于去火。 生活方式的优化、维持规律的作息与健康的生活模式。 同样对于平衡体内的火热之气具有决定性的作用。 夏日养生秘诀,每晚应确保深度睡眠,远离熬夜之害。 优选散步、瑜伽等舒缓运动、强化代谢与免疫。 慎必长时间空调环境,以免体内失衡至上火。 中药条理对于上火症状较为严重的人群。 可以在中医医师的指导下使用一些具有清热解毒。 滋烟降火功效的中药进行调理。 如黄连、黄禽等中药具有清热造湿、泄火解毒的作用。 麦冬、沙山等中药则具有滋阴润造、降火生津的作用。 但需要注意的是,中药的使用应根据个人体质和症状进行选择。 避免盲目使用。 四、夏季去火的使用建议。 多喝水,夏季出汗多,容易导致体内水分流失过多。 建议每天保持足够的饮水量,以补充身体所需的水分和电解质。 保持良好的心态,情绪稳定对于维护身体的阴阳平衡非常重要。 建议夏季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,避免过度焦虑、烦躁等负面情绪的影响。 注意个人卫生,夏季细菌容易滋生,因此要注意个人卫生。 勤洗手、勤换洗衣物等,以避免细菌感染、引发上火等问题。 通过以上的介绍,相信大家对夏季上火积极应对方法有了更深入的了解。 在面对夏季炎热易上火的问题时,我们可以从饮食、生活习惯、中药条理等多个方面入手进行预防和调理。 只要我们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心态,就能够轻松应对夏季上火的困扰。